白宫表示总统拜登12月23日签署了一项法案 禁止进口中国涉疆产品 国会于本月早些时候通过了这项 防止强迫维吾尔族劳动法案 此前议员们达成了一项妥协 消除了参众两院法案版本之间的分歧 这一折中法案保留了一项规定 将建立一个可与驳回的推定 假定在新疆制造的商品是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 因此根据1930年关税法被禁止进口 除非另有证明 一些商品比如棉花、番茄和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中 使用的多金硅被指定为执法行动的高优先级 中国否认新疆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近期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并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方合法权益